马年的庆祝活动非常多 而在美国西岸最大的旅游展 也就是洛杉矶旅游记冒险展 也要在这个周末2月8号登场 台湾的观光局也会再次参加 推销台湾 这一次活动的亮点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立刻电话连线给观光局 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主任林信任 请他来说明 主任你好 今年的旅游展 台湾的摊位是在哪里 而且有什么主题呢 谢谢主播 今年这个洛杉矶的旅游冒险展 它在去年超越纽约时报的旅展 成为全美最大的旅展 那我们台湾过去曾经有连续两年 都拿下最佳展馆的殊荣 那今年台湾馆是在213号 我们有8个这个展览的摊位 那我们将以台湾登会 跟充满节庆欢乐的台湾观光年龄 来做主题 那也希望结合这个航空公司 还有这个旅行业者的共同促销 能够在这个马年的一开始 能够创造台湾一马当先 旅行台湾就是现在的这样的热烈的买气 好而且我们知道台湾的摊位 每一年都会赠送一些赠品 那今年会有什么好康给大家呢 今年呢我们除了延续的这个传统的舞蹈表演 电影三太子 还有摇坡霸奶茶这种高人气的比赛之外 我们今年特别针对台湾这个灯会 还有庙会的主题 推出台湾夜市最受欢迎的这个电子吊金鱼游戏 而且我们会邀请现场的民众来参加我们台湾观光的 雄碑争霸战 就是看看谁的雄碑最多就可以拿到这个雄碑王的这个封号 而且还有我们台湾好礼的胡带 那另外对于喜欢玩Facebook打卡的朋友 我们有推出这个台湾好彩球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最重要是每天下午四点钟 我们还有送出一张洛杉矶台北的来回机票 还有免费的这个台湾游城的这个大放送大抽奖 请大家不要错过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摊位 那对于说今年如果民众是想要到台湾来玩的话 有哪一些活动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我们台湾去年总共有这个800万的国际观光客 到台湾去旅游 那可以讲台湾到处都是有特色的景点 全年都有特色的活动 那春暖花开的时候 就是像在过来的2月14号的情人节当天 就是我们台湾灯会的开幕 那除了看灯会之外 也可以去看风暴等等 那当然春暖花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墾丁有一个春那的活动 那像澎湖的花火节之外 也可以去赏鸟 那夏天的话 当然是以花冬的热气球 海上活动 还有我们在夏夜沙滩办理了共聊的音乐祭 那秋高气爽 我们讲螃蟹很肥的时候 当然要到台湾去尝美食 有台湾的美食节 另外有三亿木雕 还有喜欢这个户外活动的 日月产每年都有万人永度活动 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最后在冬天的时候 当然是台湾的温泉非常有名 所以观光局有办了这个温泉美食嘉年华的活动 另外台湾的自行特节 太鲁阁的马拉松 这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活动 所以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这个东盛的观众朋友 来到台湾来玩 2014年马年一路发 好我们谢谢主任 也请观众朋友们 是千万不要